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可以看一下一些債務上面 比較叫做炒作味農的股份 例如可能平保這些 因為其實如果你在平保之前升一升 其實有少少大家當內地的債市已經穩定了 你見到那段時間其實是這樣扯上去的 所以其實港股如果一向很喜歡新經濟的朋友 其實可能剛剛過去兩三個星期 總是見到行指聲其實未必那麼受惠 因為大部份是這些大家害怕到去年 覺得不應該拿太多的股份 不斷拉上去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農曆新年回來之後 如果債市真的沒有什麼呢 即是內地債市沒有什麼呢 可能其實平保是其中一個 可以你當是 即是我們當是一個翻身股的其中一隻 是 平保就會是你今天給我們的利是股 還是還有呢 OK 利是股 這隻是博的 這隻是博的 如果大家承受到風險的 就可以找平保來博 醫院 歐仔 捐告 如果大家承受到可以用的 到lig會的話 還會給rip